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是落下了 好啊 也能时常提醒我 让我记得 我的儿媳妇柳英娘是我的恩人 没有你 娘这条命也都没了 想象以前我对你的各种不好 我心里好惨悔呀 娘 你说什么呢 婴娘 你恨过我吗 多恨 你没说实话 说实话 是恨过 那时候儿媳妇年轻 不懂事儿 您是姬宗的亲娘 孩子的亲奶奶 我当儿媳妇了 不应该恨您 不管我是谁 我断事不明 奉事不公 我就是可恨 婴娘啊 你替龙家除了龙万世这个害人精 你立了大功 以后啊 你就是龙家的当家人 你就是龙家的当家人 这可使不得呀 怎么你不愿意啊 你是担心现在接了这个重担 会招来杀神之祸 不是 那 那是不是因为 你嫌现在的龙家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当家人没用了 更不是了 那要都不是 那你就接下来吧 等将来回来孝兴 替祖宗重振家业呀 娘 你要是不想把我急死 你就赶紧跪下谢我 接下娘的托付 多谢娘的信任 列祖列宗 龙家 三十七代 四孙媳 龙柳氏婴娘 从今天起 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 请你们保佑他 娘 你快躺下吧 别累着 我一下子觉得身上的担子 都卸下来了 浑身轻松了 身上都有劲儿了 恭喜啊 当家人 谢谢娘 谢谢娘 娘 傻丫头 吓娘一跳 娘 我告诉你这喜事 啥喜事 我姐姐啊 她怀上了 真的 她人呢 她跟姐夫都是当官的 被叫到吕布开会去了 快回来了 好好好 晚上啊 把这喜事告诉奶奶 也让她乐呵乐呵 好嘞 吴吴了 吴吴的家 这是喊谁呢 好像是高棒子 伯母好 伯母提下 高团长 这可使不得 使不得 娘 你坐着就行了 高团长 以前 你都是叫我大嫂的 是 我那些年叫您大嫂 那是跟着我大哥高团长叫的 现在在叫您伯母 是跟着招地儿叫的 招地 招地 招天琪 你从进门就瞪着我干吗 我可是你的团长 你见我不应该敬礼吗 这又不是在队伍上 这是在人招地价 对不住了啊 高团长 你 天琪哥 你有事啊 给 送给你的 招天琪 我说一点什么好 这菊花是送给顾去的人的 你皱着地儿呢 啊 天琪哥 你别听他瞎胡说 我喜欢 对了 伯伯 伯伯 在下略备薄理 请您笑纳呀 啊 这无缘无故的 哪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呢 使不得 娘 你坐这儿 是是是 您坐 你为啥送礼啊 伯母 是这样 我这礼送的 也不算是无缘无故 今天啊 我是来向招地提亲的 我是来向招地提亲的 高棒子 你可别欺人太甚啊 我怎么欺负你了 你 你要是也喜欢招地儿 你也可以被聘礼来提亲啊 到时就看伯母选谁了 是吧 我 我 我是个穷王蛋 没钱被聘礼 那怪谁啊 怪我 咱俩是情敌关系 我总不能借给你钱被聘礼 跟我抢吧 行了 行了 本姑娘还没想家呢 高坛长 这聘礼不收 你拿回去吧 聘礼不收啊 那改收了一 伯母 您啥时候办收啊 是这样 在下容装在身 上阵杀敌那是职责 可是刀枪无业啊 说不定那天 这性命就没了 赶不上给您办收 所以 今日 鲜行尽效了 瘦礼啊 瘦礼可以收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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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弟 你想干啥呀 你要 不收吗 你不收 行了 高坛长 这瘦礼也收了 天启哥 这花也收了 你俩要是没事的话 就走吧 好 伯母 在下 线性告退了 伯母告退 好 赵婷 你这 你好 你可千万不如留他吃饭啊 留我吃饭啊 吃饭好啊 那我就不走了 伯母 您可不知道 我是从吕布赶过来的 那马都累趴下了 辛苦伯母了 讨扰讨扰 没事 没事 高坛长 你可真不客气啊 我跟你有啥客气的 天启哥 你也留下吧 我去做饭 我去做饭 大婶 我给您烧火 好 那我 这样吧 我刚才一进蘑菇镇 就闻见那卤牛肉的香味了 有个铺子 那卤货做的 行 我去买几斤肉去 还有烧鸡呢 我娘最爱吃了 没问题 我多买几只 还有酒呢 五酒不成喜 放心 我抱他一大坛子回来 娘 到底想要干啥 你看他们两个 哪个适合当女婿啊 你这鬼丫头 真不让娘省心 娘 走 陆夫人好 好 奶奶好 好好好 我的盼地呢 我大孙女 奶奶 我来了 奶奶 大孙女 几个月了 才有 让我好好看看面相 好 好 面色红润 洋气壮 是个男孩 娘啊 这有客人在 咱不说这个了 快 坐下吃饭 农房慢点 可惜了 是个崇拜孙子 要是崇拜孙子姓龙 该多好啊 奶奶 我大小是个孤儿 我跟盼地都商量好了 他生的第一个儿子 姓龙 第二个才姓潮 第三个还姓龙 这真的 是商量过了 那 如此 奶奶 我得先谢谢你了 我 别别别 奶奶 这可使不得 你 你快坐 你快坐 娘 你坐 那个 我爸 从前也是孤儿 我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 就我现在这个姓 那跟着我大哥高虑长姓的 所以将来我也可以入赘 我媳妇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 她也姓龙 我朝天旗的姓是跟着戏班的 本来我也不姓朝 我媳妇不管生多少个男孩 都可以姓龙 娘 这是啥意思 娘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吃饭 好 来 龙夫人 身体健康啊 姐 想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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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年起 为娘尽孝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好爽 以后娘要是怪我 骂我 恨我 你也别怪她 我都想骂你呢 你也是太娇气了吧 肚子还没鼓起来呢 你就开始偷懒 还把尽孝的重任都交给我 娘需要你刺好呀 嗯 将来 再给你填宝哥介绍个媳妇 她喜欢儿子 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不对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你就心不在焉的 还抱着枕头到我这里来睡 天宝哥欺负你了 哎呀 她哪敢欺负我呀 你天宝哥是个多好的人 你还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行了 你就记住我交代你的话吧 不会是你抽到了那个中字吧 哎呀没有 哎 我 真的是你抓到的 这大家伙都听说了 旅长让你们当官的去抓救了 几十商的字条只有一个中字 被你抓到了 抓到了 就得为国尽忠 是啊 要去孝兴县城除奸 大倒也不难 我就和师兄弟们说 和你一起去 不行 这是鬼子设下的圈套 孝兴县城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难道你让师兄弟们跟我一起送命吗 这 你知道吗 你知道要除掉的汉奸是谁吗 谁呀 鬼子动了这么大的阵势 是老生 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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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想 鬼子们的头上看起 二十九群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得了 抗战 你小子喝酒喝不过我 约我上山干啥来啊 你小子敢偷袭一长官 滚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你 朝天津 你小子为了招地 要跟我拼命啊 是 我们骑龟马 是你横道独爱 你就是个土匪 强奏 说谁是土匪呢 想当年在七十二战 你当土匪的时候 可是老子剿灭的你 少废话 拿命来 小子 朝天津 你玩站着呀 朝地 你咋来了 朝天津 我给你脸了是吧 你再敢动我 老子一切崩了你 来来来 你奔这儿打 有本事就开枪 不然 我打死你个老色鬼 说什么呢 我张你不过十岁 我老到哪儿了 我跟着高旅长 打了半辈子的仗 官局团长至今委屈 没过过一回窑子 没勾得过一个梁家妇女 我咱不就是色鬼了 我 我 朝天津 老子刚才踹你脚 是为了给你点教训 有本事上阵杀鬼子去 跟我来劲 你算什么出息 以后你离朝地远点 是 凭啥 是 我给他送聘礼 他没收 可是 可是他留我吃饭了 就证明他对我有意思 他还留我吃饭了呢 他对我更有意思 你才多大岁数啊 你跟我有什么可称的 我跟朝地是同玩师兄妹 从小就在一块儿 判定嫁给天宝哥了 那朝地 就应该嫁给我朝天旗 好 你给我三天 三日之内 朝地一定会答应嫁给我的 不信 咱们就走着瞧 呸 高柴和舵子 口口声声说娘是他的恩人 却让你去杀咱们的亲弟弟 他这是报恩吗 他这是成仙跟咱们家过不去 我找他理论去 你给我站住 高旅长并没有指定我去 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抓到那个中子 旅长说得很清楚 谁抓到了不许声张 除掉汉奸为国尽忠 可是大姐 劳生是我们的亲弟弟啊 可他当了日本人的特务队长 亲手杀了咱们的同胞 就在龙家祖宗的注视下 咱们从小玩耍的庭院 被他变成了杀人的刑场 三叔本来要亲自回到孝行 除掉这个败类 高旅长阻止他 就是怕咱们龙家骨肉相残 可 可几十个人抓救 还是被我抓到了 这就是命 我的命 也是龙家的命 我们得认 大姐 可你怎么跟娘交代 是啊 娘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恨我的 还好 既然是池天社的圈套 我就不可能侥幸地活着回来 就不用跟娘交代了 赵爹 我今天跟你一起睡 就是要托付你 一定要替我尽孝 姐 你不许哭 你还得帮我盯着天宝哥呢 你让她尽快再找一个媳妇 还有念地 我 你这个当姐姐得多操点心 知道吗 不 娘说过 咱们姐俩 永远都不许分开 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曾经咱们都丢了 你现在让她一下子再失去三个 她受得了吗 听姐姐话 一定陪在鸟的身边 一旦消息传开了 千万别让她老人家想不开 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以为你找娘告孕去了呢 哪能呢 都说好了要瞒着娘的嘛 我是心疼姐 怕姐路上饿 你看 我给你煮了鸡蛋 烙了饼 还灌了满满一酒壶的姜汤水 这还差不多 算我没白疼你 姜汤水煮多了一碗 要不你趁乐喝了吧 我替你梳头 行 天亮以后要是有人问我的话 你就说 你就说我肚子里的孩子闹疼 闹疼得半宿没睡 在你这儿不叫呢 别人啊不许打扰我 天宝哥也不笑 行 你磨蹭什么呢 我来吧 不 就让妹妹替姐姐编完吧 我交代你的话 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 娘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替我尽孝 这是我对你说的话 娘以后啊就交给你了 你替我尽孝 是啊 娘总夸她大闺女 懂事儿 又能干活 你留在娘身边啊 最合适不过了 什么呀 还有就是 你肚子里的孩子虽然还小 可你别不当回事儿 当年咱们当兵 是为了求条生路 这几年 你一个女儿身的冲锋陷阵 可不亚于古代的花木兰 早算戴罪立功了 就让娘去求救高里长 以后啊 别再让你上战场了 还有就是啊 等孩子生下来 你告诉她 她还有个二姨 疼她 爱她 你说什么呢 赵地 你这小心眼里打什么鬼主意呢 你快说 姐 你我姐妹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我连天宝哥都没告诉 你可不能背着我搞鬼啊 好了 我该走了 不许掉眼泪啊 你我姐妹这辈子掉的眼泪 已经够多了 我是去卫国除奸 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你给我准备的吃的呢 哦 姐 给 赵地 你刚给我喝了什么 姐 你可都要记住了 姐啊 您要那个干什么呀 我知道您有 当年要不是福爷爷 给高旅长的卫兵 下了门含药 我娘和我儿就逃不出孝行 这都是我娘跟我说的 您可别骗我 今天您要是不帮我的话 我以后啊 永远都不来看您 你怀了孩子 本来就该放昆 睡吧 最好啊 睡上个三天三夜 我到那儿了 相遇到不等了 我去哪儿了 我剥了我 我去哪儿了 走妹妹 村长 您真是神经妙算啊 还真是明天将被孝宣城去了 按您的吩咐抓来了 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是 聪盼帝 别争扮了 我说高棒子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 我为什么会在半路等着你啊 跟你说吧 我这人啊 打小就有个毛病 什么事啊 都想弄个明白 昨天 旅长让抓揪 之后我就挨个地问 我特别想知道 到底是谁 为他摆上一桌送行酒 结果愣是没找着 谁 除了你和朝天堡 于是我快马加鞭地奔了蘑菇阵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 我就暗中观察 真要我给找着了 你 权旅唯一的女将 龙叛帝 抓到了那个卫国尽忠的忠祖 你想问 为啥不是你爷们朝天堡 那个没心没肺的祸 要是他抓到了 早挂脸上 藏不住 哎呀 行了 我拦着你啊 没别的意思 我想替你去 把这机会让给我吧 我可不是跟你抢功啊 我枪林待遇十几年了 那立的军功可多了去 当然了 我也不是连消息与你这位女将 我 我 有我的目的 像当年 在七十二战 我跟令妹招地 打第一回招面 我就 怎么说呢 用句为人的酸词吧 我就爱上他了 我冒着刁脑袋的风险 把他给放了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决定了 这辈子非他不去 你们的故事 我也听了不少 从小死了爹 后来又跟娘走散 你们姐妹俩相依为命 你要是真为国尽了忠 那你妹妹招地 这一辈子都高兴不起来 那哪行啊 我得让他高兴 我喜欢看他像 再说了 你们要杀的汉奸 必定是你们的亲兄弟 要真是你动了手 那真叫用被人论了 所以 我替你去 我要是能活着回来 你可得替我好好说说情 让你妹妹一定得嫁给我 要是万一我死了 死门的可能性更大 我大哥高旅长那都看出来了 这是池田那个老狐狸 布的圈套 没关系 我打了半辈子仗 早敢是一死 死了好呀 能在死之前 为心爱的人做点事 能让昭帝 这辈子都高兴 这辈子都孝 我 心满意足 还要是真死了 我说的这番话 就不用告诉朝帝了 对了 还有朝天齐那小子 他也惦记着朝帝呢 我要是真死了 我要是真死了 替我助他们 待您好合 遭生鬼子 话不多说 走了 高包子 你看好 我是谁 怎么是你啊 你官不够大 你也没去参加抓救 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你去萧兴城干吗 你别管了 刚才你说的那些 可都是真心话 我 这 这帮小子 他们没告诉我是你 我这脸我哪儿放啊 羞死我了 你死罕大丈夫的 你还害羞起来呢 给我送吧 我 我不想 一会儿我走了 他们自然会替你送罢的 你跟着他们回去 你 高包子 你不想娶我了 不 不想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特别高兴 我决定了 我龙昭帝 这辈子 嫁人就嫁你高包子 你给我送吧 我们一起去孝兴 这样 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要是大功告成了 我们就回来拜堂成亲 要是死了 一起死 来 你刚才说的话 是真的 我龙昭帝 从来都不说假话 快给我送吧 是 怎么了 我 我早就听着你在那儿鼓道了 懒得理你 怎么的 想掐死我 你给我起来 我还没睡醒呢 我告诉你高晒和肚子 你给我起来 要不然我给你鸽炮断叶 起来 兄弟 我知道你绑了一天一宿累了 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连鸽炮断叶这种话 都能说得出来呢 赶紧给我查出来 谁抓了那个中字阻止他 算了 除千 这些为孝心子弟军的将士们报仇 谁去谁光荣 那更何况都多长时间了 一天都过去了 如果那个人有种 现在都到了孝心城了 少废话赶紧给我查出来 报告 旅长 旅长 该问的都问遍了 没找到是谁 有没有人 离开驻地一夜未归 有 就一个 是高棒子高团长 不可能是高棒子 高棒子抓揪的时候我看到了 他抓了一张白纸 你刚才说 该问都问遍了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连住在蘑菇镇 连电话都没有 所以问不到 那个连队昨天来了几个人 两个 一个叫朝天堡 一个是龙犯帝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你确定都问遍了 问遍了 没人抓到那个钟子 我怕他们不说实话 还特意告诉他们 是您让我问的 不会这么巧吧 几十号人抓一个球 就被你家亲人给抓着了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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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排的 来 一般 这位丢职 朝廷 来人了 来人了 开门 这个朝廷 我怎么向娘交代 老爷 二位大将军 起个啥和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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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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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郝 高队长好 三叔好 高队长 你们怎么来了 乔天保 我问你 昨天抓究 你抓到中子了 没有啊 我抓了张白纸 那你媳妇呢 他应该也抓了张白纸吧 什么叫应该啊 什么叫拔 他抓到什么你没看吗 不是 我要看他说给扔了 你再说一遍 怎么了 高队长 哎 兄弟 说不定这个揪 还真被潘迪给抓到了 潘迪呢 昨天晚上他说要到朝廷屋里去睡 姐俩说着话 到现在没见着人呢 带我去朝廷住住 娘 潘迪 快说 你干吗 高旅长 哎呦 我的媳妇 哎 高旅长 你看 我媳妇来了 是 我就说这个中子 肯定不是她抓着的 你 我媳妇不能骗我 我抓着了 啥